强迫吃瓜群众吃狗粮食什么感觉? 看着每天挂在热搜上的大S和剧俊叶,就能体会到了。 从官宣,闪婚前男友到现在,已经过去了18天,没有一天消停过。 每天都是没完没了刷屏,先是大S的妈妈唱单口,反对大S闪婚要她出面道歉,诱发攻击图。 按指剧俊叶骗自己女儿,接着反转改口称赞新女婿有情有义,这是什么鬼,完全不懂。 最后更是夸剧俊叶帅到漫无编辑,公开接纳了这位新女婿。 完事徐妈妈消停了几天,小S的气又来了。 剧俊叶回台隔离期间,每天姐夫长姐夫短的热闹不断,得知新姐夫隔离结束出关。 小S竟然模仿剧俊叶的造型,大跳舞迎接新姐夫出关,这又是什么操作? 想上头条的心情也太明显了吧。 网友开文笑称,剧俊叶是国民姐夫,小姨子立刻回对称,剧俊叶是她一个人的姐夫。 你不说也不会有人跟你抢,自己出师也没见她这么勤快。 大S找了个韩国老公,小S激动得像没见过世面一样,恨不能每天挂在裤腰带上炫耀。 就连大S本人都无语,小S到底够了没? 新姐夫剧俊叶也是很懂礼仪,小姨子如此热情,自己也必须回敬一个。 剧俊叶直接在酒店房间,唱起新歌《九九》长发表,为小S打击助阵。 一步未消停,一步又起狼,吃瓜群众如果狗粮没吃够的话,别急,有的是保准管购。 蔡康永采访被问,对大S新婚的看法,她毫不掩饰地表明,康熙来了,可以为了大S的爱情考虑重启。 这又是啥意思?这不摆明要藏大S的热度吗? 虽然这可能是蔡康永的玩笑话,但蔡康永的这个想法,还是得到了很多康熙迷的关注,真心希望着能重现康熙。 现在大S与剧俊叶的话题,不仅网友议论,连娱乐圈各综艺都随意调侃。 相比较其他明星聊的场面客套话,交流一下大S结婚更好娱乐,说到这里,娱乐圈目前反对大S婚姻的就只有吴宗宪了。 吴宗宪在出席某活动的时候,被问对大S结婚有什么看法? 吴宗宪坦言,他站在徐妈妈这边持反对意见,还现场高歌的一群热爱105度,内涵大S是恋爱脑,刚放出来又再犯。 可能他还不知道,现在徐妈妈不但不反对,反而非常认可。 毕竟都在娱乐圈里混,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,大家都说话做事留意些,任后好相见,看破不说破是常态。 台湾的路人可就不会管你三七二十一了。 有台北采访街边路人,当下就有路人直言不回,说大S闪婚就是为了报复前夫汪小飞。 大S到底是不是报复汪小飞? 看来也只有大S本人清楚了,一时半会是无法证实。 总之,大S一家独占热搜网始终欠托,每天两三个话题往外报,无非就是讲述两个中老年网恋奔险,秀恩爱这点事。 说实话,吃瓜的网友们真的有点烦鸟,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他们,更多的是抱着看着那心情,再看他们表演罢了。 既然已经结婚,真就没必要一家子人帮忙出来秀恩爱。 在国难面前,明星的家事少占用公共资源才对,广大网友们是否也会呼应呢? 欢迎大家积极留言评论。